这次的华文教师证书、培训和考核 那么这次呢,我们三位老师呢 将总量的帮助大家来提到汉语 以及汉语教学水平和文化方面知识 那么在上课之前呢 我简单的把大家要注意的事项 稍稍说一下 可能大概一两分钟时间 然后我们就快证实上课 那么这次的考核方式 它分成课程考试和教学实践考察 教学实践考察呢 在之前已经要求大家录了视频了 那么请大家呢 这两天的时间 能够尽快的把视频交给王老师拷贝 然后呢 我们会稍稍检查一下 希望带回去的视频呢 是符合要求的 什么呢 到时候添大家的麻烦 第二个呢 就是课程考试 那么课程考试呢 安排在星期天 按照考误注定的要求呢 课程是汉语知识能力 汉语知识与能力 汉语教学知识与能力 以及呢中华文化知识 那么这里面呢 汉语知识与能力 是一门在一张试卷上面 而汉语教学知识与能力 和中华文化知识呢 又在另外一方 两个两文课呢 在一份试卷上面 大概的 这个试卷要求 那么汉语知识与能力的试卷构成呢 大概是这样子的 在发给大家的样卷 以及呢 考试的要求上面呢 都比较清楚 大家呢 可以再去复习 看一下 那么这是第二门课 也就是汉语教学 及中华文化的试卷构成的情况 那么考试时间 我们安排的是 在5月14号9点呢 到11点半 我们会进行 科目一 也就是汉语知识与能力的考试 而在下午的 1点到3点半呢 进行的是 科目二 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的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的试卷呢 它是按照标准化试卷来做的 那么所有的试卷呢 以及达基卡 试卷的试卷都是我们从中国 呃 飞过来的 哈哈哈哈 好 嗯 因为是标准化的考试和标准化的一种考核方式 所以呢 请大家呢 要准备好这个 嗯 2B的签笔 因为呢 那个达基卡 是由考试中心给我们的一人一份 基本上是没有多的 一份多的都没有 那么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达基卡呢 一定要用2B的签笔来填图 所以呢 请大家呢 在考试之前准备2B的签笔 嗯 第 第二个呢 就是这几天呢 需要提交的东西 我今天稍微给大家捋一下 一个呢 是2B的签笔考试的时候使用 第二个呢 视频 请你提交过去了以后呢 我们稍微核实一下 第三个呢 最后我们要带回考试中心 一张你们的照片 是为了 嗯 如果大家通过或者是 这个呢 需要会有一个证书 那么证书上面呢 只需要一张照片粘贴 那么有 有老师呢 还有你的准考证 准考证呢 是由 嗯 王老师他们呢 会发给你们 那么刚才呢 因为听说 我是刚刚听说 有个老师呢 准备了一张照片 那么我们临时商量 就是 采取一个折中的 因为准考证呢 最后是留在你们自己手上 最后呢 领取证书的时候 我们需要 那么万一只有一张照片呢 就请你先放在准考证上 考完试以后呢 把这张照片拿下来 所以我们再回去给你们做 做那个证书使用 那么考试那天呢 请你们一定要带 二笔铅笔 嗯 橡皮叉 因为它填错了 橡皮叉 然后呢 黑色的水性笔 因为分客观和主观 两个打题卡 那么 主观的办法是 是需要你手写的 用黑色的水性笔来填图 还有一个是你的准考证 准考证 大力的准考证 以及呢 你们的身份的有效证件吧 然后赌照也好 或者是你们这里当地的 能够和准考证上面 我们信仪配的 公主的身份的证件 因为是雕章化的考证 所以呢 这期雕章的 大家还是能够 尽量的去完成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的培训 大家呢 只需要这几点 注意听讲 做好笔器就可以了 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呢 能够演到 好好地看 耳到 仔细地听 然后 口也到 和我们多多地交流 最后呢 最关键的是 心道 多地一些 好 谢谢大家 祝你们考试成功 谢谢大家 祝你们考试成功 因为这个教室比较大 然后看到大家呢 我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看到大家这么 对 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啊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对 那么我们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多余的话 我这教就不再熬树 也不再赠树 那么最重要的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那么就说 请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心带到 一定要把心带到啊 首先呢 就是说 我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 那么我姓左 左右的左 两朵菊花 左双菊啊 就传给大家了 所以我这个 在这里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只讲重要的 重点啊 就是大家多重要听的 所以我的PPT里面 所有带有颜色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的啊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 第一章啊 这个总的概论 就是语言部分 那么语言部分呢 要了解语言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个是语言的作用 第三个是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以及联系 那么这个语言的概念呢 这里我们来 呃 语言它是一种符号 也就是语音和语意相结合的 这样的一种符号 那么言语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跳过去啊 就是我着重讲的就是 我会着重来提示大家 好 这个了解一下 这是区别 那么语言它有组合关系啊 有这个聚合关系 组合关系其实相当于是横向的 横向的 比如说我看书 我喝水 这样的 纵向的呢 这个我们用这个十字镯 给这个标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言语是什么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言语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 就是你用这个声音表达出来的 传出来的 让别人理解 能够理解 能够跟你做交流的这样的话 好 这就是言语 好 那么什么是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呢 它有一个狭义的和这个广义之分 那么狭义的是指现代汉民族的一个共同语 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好这里大家要强调的要记住的是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这是以北京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啊 好 现代汉语部分要包括这个语音词汇和这个词法 也就是语法部分 这些我们还会有这个复句 复句修词这些都要学到 好 这些方言区和这些分支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有时间的话再多了解一下 多了解一下 好 这里有一个例子 就是朋友还是朋友 那么这个是关于什么 关于什么的 对 语音的 语音的 关于语音的啊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朋友不说朋友 这是因为它的方言区不同 对 刚才有老师回答对的啊 好 那么这个概论我们就讲到这儿 回去以后请老师们多多 自己多多复习啊 好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汉字部分 那么在讲汉字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了解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呢 有几种说法 第一个是这个结绳说 就是用绳子打成结 然后代表一个意思 代表一个意思 代表一个意思 来交通和这个 沟通和交流啊 好 还有一个是做记号 就是用这个刀或者器子在墙上怎么样呢 刻出一种符号啊 然后告诉李伯雅祖呀 好 再看有个图画说 就是画图画 这个很简单啊 这是甲骨文 这是刻在墙上的这个图画 这个马 对不对 路 这个是路 好 那么这个结论 请大家记住 汉字起源于哪一种 图画手 对啊 图画手啊 好 那么这个汉字是由图画逐渐发展成文字的 然后呢 它其实是人民大众几千年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智慧的一个结晶啊 好 汉字的特点 汉字的特点 这五个特点 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我问你汉字有什么特点呢 对不对 第一个 汉字它是与汉语相适应的 相适应的 那么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 也就是汉字 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个音节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 比如说北京 那么这里有几个汉字 两个汉字 几个音节 两个音节 好 第二 汉字它是音形意 这样的一个统一体 结合体啊 第三 汉字它有这个超时空性 为什么说有超时空性 对 比如说我们几千年以前的文化 我们现在都知道 是不是 谁谁谁怎么样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 就是文字记载的 啊 文字记载的啊 好 第四个 汉字出量很多字型结构 非常的复杂 啊 非常复杂啊 第五个 汉字它用于这个国际交流 比较困难 是不是 那么我们在教这个留学生 啊 教教外国学生 我们都知道 汉字其实是最难学的一种语言 对的啊 啊 啊 那么他们说法语是最优雅的语言 最优美的语言 其实我个人觉得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 但是是什么 最有智慧最优雅的语言 确实是的啊 啊 我们这个 教汉语就是要让学生怎么样啊 喜欢上汉语 爱上汉语 啊 然后他才会怎么样 好好的去学啊 这就是我们华文教师的 这个教学的目的之一 好 那么汉字 我们刚才讲到的形体正式 变化很复杂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讲到汉字字型的一个演变 那么字型的演变呢 我们的汉字是从这个甲骨文商代出现的甲骨文 然后到这个经文啊 经文 然后是小传 历书草书和楷书 那么这个小传是在秦代出现的 历书是在汉代出现的 那么这个草书是在汉晚期 啊 汉大晚期啊 楷书是汉卫形成的 然后在南北朝的时候呢 通行 通行啊 好 那么这里有一个 甲骨文 什么是甲骨文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了解一下啊 就是刻在这个甲兽骨上面的一个文字 这个就是甲骨文 像这些就是甲骨文啊 这些都是甲骨文 好 清文这个了解一下 就是刻在这个金铜器上面的 啊 金铜器上面的这些 好 大钻 小钻 这个门是开的吗 这个门熟了 哦 可以进来了 可以进来了 好 这些都是 那么秦始皇 大家我们知道秦始皇 秦朝统一以后 他统一了什么 文字 对的 把这个文字统一了 好 历书 这是历书 好 那么这里有个历变 历变就是说汉字 它由历史 钻书发展到历书的一种变化 那么历书的产生 从古文字到金文字 它标志着这个转变 所以历书 历变 也就是古金文字的一个什么 分水灵 对的 好 楷书 楷书 楷书是由这个东汉末年 书法家中游 中游 它把行草笔画 融入到历书当中 形成的一种书体 一种字体 叫什么 楷书 楷书 楷书也叫真书 正书 一直沿用到现在 一直沿用到现在 这是它的一个 一字 叫草字 形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汉字的一个结构 那么汉字的结构里面呢 有六书说和三书说 我们常用的采用的还是这个六书 对的六书 那么到底采用六书还是三书 那么这个是有不同的争议和看法 我们也采用大家普遍的这种看法 就是六书说 六书说 那么哪六书呢 哪六书 对有这个 象形指示 惠意 行声 假戒 还有什么 转注 对的啊 转注 那么一般讲这个六书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讲前面的两种 对 前面的四种啊 前面的四种 象形字比较简单 就像汉字是从什么演变过来的 对 从文化 所以象形字它其实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形状怎么样 画出来 对 画出来啊 这个很简单 像日啊月啊山啊水啊 这些字 好 这是人字 那么这个人字是表示这个人在座 我一的这样的一种姿势啊 这个人字啊 这个人字啊 像行字 日也是 像太阳 对不对 山啊像山的形状 鱼 铃 好 这个是马 马 车 女 好 这个女字我们看一下 这个像一个女孩子怎么样啊 摧着 摧着 摧着啊 那么这个女性的地位 一看就知道 对 这个摧着啊 摧着在地上 然后她的这个双手其实是这样的 戴着这种 两后的啊 两后的啊 好 这是侧 侧 指示字 好 那么什么是指示字 指示字它就是说什么呢 第一个啊 它是说 呃 比如说这个汉字 那我要告诉你 我要用一个特殊的一个符号 告诉你 我说的这个字 它是在哪个部位 它就是告诉你 有这样的说明啊 啊 这个比如说肝 肝的话其实是一个嘴巴 一个口 那么肝是甜的意思 甜的意思是哪儿甜呢 我要告诉你 是口里面甜 口里面为什么甜呢 它有一颗糖在里面 我口里面含着一颗糖 然后就什么 很甜 像这样的字 好 这个是韧 韧是刀最锋利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是哪儿最锋利啊 这个刀口 这个地方 我用这个横线怎么样啊 标出来 标出来 这就是指示字 好 这个墨也是啊 这个会议 那么什么是会议字 会议字是指相关的两个字 合在一起 但是它表示的是一种什么 心的意思 对 表示出一种心的意思 这就是会议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会议字它分为同体和一体 同体就是相同的两个部分 所合在一块儿啊 比如说这个北 北的话它是表示两个人怎么样啊 背靠背 对 背靠背 那么就是什么 相反的方向走 相背 好 那么这个从表示什么呢 两个人 你往这边 我也往这边 他怎么样 跟着你走 对 一起走啊 这是同体结构 人人啊 好 那么再看 还有一体 一体的就是说 组成这个字的两个部分 组成会议字的两个部分 它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 啊 它是不一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 那您这个是同体还是一体? 对,同体,相同的两个部分。 修呢? 一体。 对的,一个人和一个木。 人靠在木头,旁边怎么样休息,对的。 好,行生字。 行生字这个比较重要,行生字比较重要。 行生字的形符,它只是表示一类事物,或者行为的一个什么? 共性,对的共性。 它不可能代表每一个事物的个性。 那么这个其实跟这个汉字的演变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字,就是说它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慢慢的发展到现在呢?怎么样啊? 从这个行旁我们看不出它的意思了,看不出来它的意思了。 好,这里主要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些举的都是这个表示, 这些字我们注意看到没有,他们共同的行旁是哪一个? 对,就是跟你的心情,你的这个感觉,心理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好,那么中,这个下面是一个行旁,上面是一个什么? 发音,对,身旁。 那么它表示什么?中心跟你的这个心有关系。 好,那么还有看看,行生字的形符,它只表示行生字本意的范畴, 本来的意思这个范畴,但是呢,它怎么样? 运不确切,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有些字的发展,怎么样? 产生了变化,所以它的这个行旁并不能代表它最初的这个本意,啊,最初的本意。 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旁吧,棒,对不对? 这个,这个啊,这个,啊,对,啊,那么行生字它的声符它有些它反应的是什么呢? 它的上古的音,它的发音也会产生变化,行旁和这个发音都会产生变化,啊, 那么我们这个,它,这个是读什么?有颜字旁的读什么?读棒。 好,旁边它的发音其实是什么?行,它是从上古的发音怎么样?转变过来的,啊,转变过来的。 好,这里就是要了解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行生字,它的行旁都代表它什么?现在的意思。 嗯,也并不是所有的声行都代表它现在的读音,对,这都是有变化的啊。 好,这个行符和这个声符的位置,一共有十二种,一共有十二种。 它的,就是它的第一个,左右结构,啊,左右结构,啊,第二个,左中右结构,第三个,上下结构,第四个,上中下结构,第五个,全包围结构。 好,那么这里有十二种,十二种这个结构和例字,请大家回去这个看一下,啊,看一下啊。 好,第四节我们要讲这个汉字,那么我们知道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演变,以及汉字的结构,那么怎么去写这个汉字呢? 怎么去写呢?这里有一个书写规则,啊,书写规则。 那么汉字里面,啊,最基本的五个笔画,啊,五个笔画,那么大家要记住,最基本的五个笔画啊,是哪五个?我用绿色的标出来了。 横竖,撇,点,折,对,横竖,撇,点,折,不是点横竖,撇,啦,我们好像有很多人,点横竖,撇,啦,这样的。 好,那么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各类词,词点和字典,通行的一个检测方法,主要有四种,通行的。 第一种是副手,通过副手来查字,啊,第二个,通过音序来查字。 那么通过音序来查的话,这个一般你要知道这个音,这个字怎么读,你才能查得到,啊。 好,再看,笔画简直法,这个方法比较合适,啊,还有一个四甲号码,四甲号码呢,就是说我把这个汉字分成几块,那么每一块,比如说左上角这个我用什么,啊,符号四个字,就像,就像以前的这个叫什么,呃,这个叫,呃,这个叫,呃,就按那个叫什么,呃,呃,对,那个像,啊,还有这个,这个通过地下档的时候,不是,要发电报吗,大大大大,对,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啊,几个数字代表什么符号, 那这个就很难记,很难记,本来汉字就已经很难记了,你还要去看这个片方符号,用哪四个这个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呢,就更加是难上加难了,啊,好,但是这四种方法请大家都了解一下,嗯,好,这里就是刚才我讲过的这四种方法,就是他们的详细的一个解释,好,书写规则,首先,第一个,最基本, 一般规则要先撇后纳,先写撇后写那,第二个,先横后竖,先写横后竖,第三个,从上写到下,从上写到下,啊,第四个,从左写到右,从左写到右,啊,好, 还有这个,先外,后里,先中间,后两边,先写外面,后里边,最后再封口,最后再封口,啊,这个笔画和笔顺我都在后面标出来了, 然后呢,点在,这个是特殊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字的补充,啊,特殊的字的补充,啊,点在上面的,或者在左上边的,那么要先写点,先写点,点在右上,或者在字里面的,要后写点,后写点,啊, 还有这个,第三个,上右和上左包围结构的字,要先外面,再写里边,在写里面,啊,那么回去以后呢,我们对照这个规则,然后呢,自己把这个字可以怎么样,练习一下,看你有没有写对,啊,可以练习一下,第四个,左下包围结构的字,先你后外, 第五个,第五个,左下右包围的字,先你后外,啊,还有第六个,啊,上左下包围结构的字,也是先要怎么样啊,先上,后你,最后在左下边,啊,啊,第七个也是,啊,这个,左上右包围结构的字,先外边,后里边, 好,现在大家写下这个干,干前的干,你觉得怎么写,用我们刚才学过的这个顺序,啊, 先树,先横,先横,然后是树,树,再是从上,横,下面一横,对的,啊,好,再写下这个乌,红色的这个乌,先横,后树,先横,吧,然后是什么,横,树,对的,然后呢,眼,眼,对,要从左到右,最后是什么,下面,对的,一横,啊,好,写上个锤, 点,横,树,再是什么,先中间,然后是左边,左边横树,右边呢,横树,再是后面呢,两横,对的,横树,啊,好,还有这个, 看不清楚是吧,点那里面那个,横,这样可以吗,或者点全屏呢,全屏是这个吗,下面,哦,这个,对楼,可以吗,这样可以选,因为我,我是这个,因为我所有的批评,我要,有些要终点这样,对,这样的话就是, 有些东西看不到,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这样,这样就耽误大家时间,哦,哦,哦,如果是刚才那样,你整个出来这样就好一些,啊,所以,我尽量的调大一点,这样可以吗,我再小一点,好吧,啊, 那么就是这样的,建议大家还是把我发的这个PCT就传到你自己的一个手机资料,下载一下,对,下载下来,可以放到你的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有条件的把电脑带过来,对,就可以对着看,啊,对着看,这样比较好, variables. 没有,没有 我没有os,第二讲,第三讲,哈哈哈没有这两个讲啊。 只有他,还有诺。的只是óo 还是,没有,都有,没有。 It's 哦,那我就问一下班长,好,那我的 natürlich是答案我的。对对对,问一下班长 哎我们之前这个资料都,上传了的 Casey, i guess,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这个学习,就是帮大家节约时间,所以之前的资料都已经 fed给大家了。 没有的话没关系 心到眼到口到手到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到了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大家写下笔记记下笔记 好 记性不如你的烂笔头 好 这是留学生 或者是我们中国学生也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这个偏旁扑手的错误 这是一些汉字错误 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么汉字部分我们就讲到这 汉字部分讲到这 好 第三部分了 这个应该第三部分来讲一下这个语音 语音的话呢 那么它的总体的特点是 汉语这个语音里面 原因占优势 原因占优势 而且每个音节它都有声调 都有声调 不同的声调代表不同的意思 代表不同的意思 好 那么 原因收尾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要讲求押韵 要讲求押韵 所以这个说话 其实你说的好的话 我们说有的人就普通话说起来像听音乐一样的 唱歌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天净沙 秋丝 这个秋丝 这个 铺腾老树昏 鸭 对的鸭 小潮流水人 鸭 还有 古道西波兽 马 对 然后西洋西 下 还有呢 端朝人在天 鸭 那么我们看一下后面它这个 韵母都是什么 最后面的韵尾都是阿 对不对 这就是个鸭鱼 鸭鱼 这是刚才的这个图片 刚才 对那时候 好 还有这卫生艳影 卫生艳影好啊 宝少 这些都是鸭鱼 都存在鸭鱼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了解一下啊 这个 语音的性质 语音的性质 那么语音的话 它是由人体发出来的 这是它的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 我们还会讲的啊 这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社会性 社会性啊 它是一个社会性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社会性呢 人和人之间是不想交流 要沟通 对不对 那么通过什么来交通 沟通 沟通和交流 通过我们的语音 对 语音传输信号 然后你接收 然后再过来 对不对 这样的啊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属性就是社会性 社会性是语音的最基本的属性 这是语音的物理性啊 这个是这个身高啊 阴低啊 这个啊 大家去看一下 这也是音高 音强 强和弱 有的人说话有力气 有的人说话有气无声 就像生病一样 怎么有声音啊 还有音长 啊 就是这个音的长和短啊 还有音色 那么有的人说话很好听 有的人说话不好听 这就是音色啊 好 再看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这个有三个原因 发音体 也就是每个人的这个 这个叫发音体就在这啊 就是你的 我们通俗的话说 就是你的每个人的这个喉管啊 或者是发音的部位 这个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长得不一样啊 发音体不一样 还有第二个 发音方法不一样 发音方法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人说知识 那么有的人他就是说知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他就是发音部位就不一样 发音方法就不一样 他没有 没有真正的去掌握这个发音的方法啊 还有第三个 共鸣器的形状不一样啊 形状不一样 呃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你就是你这个地方形状不一样 或者你这个发音体不一样啊 好 那么这三个大家记住 不同的原因 啊 这三个要记住啊 好 生理性 啊 他呢 开始是呃第一个是物理性 对不对 第二个是生理性 发音器官啊 语音是发音器官发出来的 第三个社会性 好 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音节 音节也就是说一个汉字的拼音 啊 就整个的这个音节 那么这个音节 呃抽出来 那么最小的比如说 H A O这个好 那么他好一起合在一起是个音节 但是他这个H A O它就是各个的什么因素了 对的 它就是因素了啊 好 原因啊 原因是发音的部分最响亮的部分啊 还有这个辅音呢 就是说什么 发音要稍微弱一些 原因和辅音啊 呃这个就不用再强调了 用大家的英语都很好 人家这个也是相通的啊 好 再看一下 这个发音的部位 原音和辅音啊 原音和辅音 那么它主要是由于什么 辅音的发音是由发音部位和发音的方法不一样而造成的 原因的方法呢 这个主要取决于什么 你的这个口腔 口腔的一个形状 好 那么比如说你的舌尾的高低 你的舌尺在上面 舌尾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在前面还是在什么 后面 那么你的嘴唇是圆的还是扁的 对 跟这样的形状是 发音是有关的啊 这样的方法有关的 那么原音的话一共有十个 原因一共有十个 十个 好 这里要说一下啊 啊 哦 呃 一 员 员 啊 好 那么后面的这个呢 这两个是表示什么呢 这两个是一个是在这个 子 一个在 子 一个在子 子 子 后面 单一的 这个 一 啊 我们用音标这个 负一点 打出来啊 好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在 知 知 知 后面的 其实我们读的时候 都差不多 啊 只是我们在发音化这个音节的时候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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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 这音标标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啊 啊 好 那么这一个是什么 呃 舌尖啊 舌尖的原因 对 儿话语啊 后面会讲到 好 辅音呢 它是也是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同 然后呢 造成的 想现在要了解一下 发音的部位是什么 发音的部位 也就是说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这个气流 是不是从胸腔出来 然后经过啊 这个喉管 对不对 那么在哪个地方受到阻碍 我摸一下 你在发音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颤抖 是不是 其实它就是气流出来 受到了阻碍 啊 这个地方 那就是你的阻碍部分 好 还有发音的方法 发音的方法啊 那么这里按照发音方法 一共有七种 双唇音 什么是双唇音 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的 比如说 波 波 波 是不是 好 唇齿音 就是你的上嘴唇和这个什么 对 嘴唇和这个牙齿 唇齿 波 那么也就是和下嘴唇 对不对 好 还有个舌尖中音 舌尖中音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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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舌尖在哪 舌尖在哪 舌尖在你这个舌尾的中间部分 啊 去感受一下 发音的时候感受一下 那么 那么 舌跟音 舌跟音 嘴唇 嘴唇 好 还有舌面音 鸡鸡鸡鸡鸡 然后是 舌尖后音 也就是我们说的卷舌音 啊 知 吃 诗 对的 然后把你的舌头放下去 那就是什么 嘶 嘶 嘶 对的啊 好 那么按照这个发音的方法 可以分成成组 就是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阻碍很大 啊 擦组呢 就这个阻力要小一点啊 那么有三音和擦音 三音和擦音啊 好 这里 大家要记一下 大家记一下啊 好 这里还有一个 边音 边音啊 边音 还有鼻音 还有塞擦音 啊 塞擦音 好 那么根据这个声带振动 不振动 我们可以分为什么 轻音和拙音 对的 轻音和拙音啊 根据气流强弱 啊 可以分为不送气和送气音 不送气和送气音 其实很好区别 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一张很薄的纸 那么送气音 它那个纸是会怎么样 会动的 对 比如说 对不对 啊 那么如果不送气的话 它那个什么 它那个纸是不动的 对 纹丝不动的啊 那么在教的时候 我们有各种的方法 好 再看一下 普通话 语音系统 那么什么是这个 生母 什么是生母 生母就是 对 原音部分 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音节开头的 大部分开头的是辅音 对不对 是辅音啊 那么 它就是音音节开头在那个辅音 这就是我们的生母 啊 就是生母 好 那么有的音节 但是我们看一下 有的音节是没有 没有什么 辅音的 那么这样的叫什么 明生母 音节 比如说爱 爱它有辅音吗 前面 没有它只有原音 啊开头 是不是 啊 爱 好 再看一下 普通话当中这个 嗯 是一个辅音 它是一个辅音啊 它是一个辅音 所以它不能出现在什么 对 它是一个辅音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所有的这个 音节开头的辅音 都是生母 对不对 但是这个音比较特殊 这个音 嗯 它怎么样 它只能出现在什么 末尾 做运维 所以它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生母 对 不能做生母 啊 嗯 这个没有这个生母 好 明生母音节 就是没有生母 开头的这样的音节 刚刚我们说的爱 是不是 爱 那么这里还有很多 安 恩 欧 这些都是 啊 这些都是的 好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 比如说像这一些 呜 呜 歪 一 那么它前面的这个 一和乌 大写的一和乌 其实都是什么 加上去的 对 为了让这个音节 更加完整 更加 啊 这个和谐 啊 那么加上去的啊 其实也是属于 年生母 啊 孕母和声调 啊 孕母和声调 好 这里看一下 这个拼音方案 拼音方案啊 拼音方案 那么它是 1958年2月1号 1958年2月1号 这个第一届全国人 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 批准通过的 那么我们采用的 这个普遍使用的是什么 普遍使用的是什么 这个音标 国际音标 还是什么 对 用的是国际普遍使用的 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啊 好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格际符号 格际符号 我们用这个什么 单引号来表示 格际符号啊 好 它有批击方案的作用 大家了解一下 好 这里我们看到了 刚刚提醒了大家一下 这个格际符号 是用这个单引号来表示 那么什么时候要用到 这个格际符号 什么时候要用到 第一个 明生母音节中 它以阿 阿 阿 开头的这个音节 如果连接在其他的音节后面 那么这个时候 它很容易怎么样 产生混响 对的 产生混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格际符号 隔开 比如说 延安 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格际符号 你是不是会读成 雅南 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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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啊 对 在后面这个原音的前面要用格际符号把它分开 对的 分开啊 还有这个江 欧 还有定额 定额 那么如果没有分开变成什么 定额 对的啊 这样会产生混响 混响 好 第二个 有一些它以阿 欧 呃 开头的这样的音节 那么有时候它即使跟前面的音节放在一块儿 不会小 但是呢 为了使这个音节能够一看我就知道 一目了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加这个什么 格际符号 啊 也需要加格际符号 好 那么像这个 比较典型的啊 木偶 那么我们 其实这个乌和这个欧 其实怎么样啊 不会连在一块儿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看这也是乌 这也是乌 就是说你在区分这个音节的时候 会花一点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为了它能够一目了然 更清楚地表达这个音节 这个让你很快地挠出来 那么我们也是把它中间加什么 格际符号 啊 格际符号 好 这个刚才讲的啊 好 现在来看一下 孕母 生母 孕母 孕母是一个音节 生母后边的一个部分 称为孕母 那么比如说 北 后边的 A是什么 孕母 波是什么 生母 对的啊 波是生母 那么孕母它主要由原因组成 孕母主要由原因组成 那么也有一部分 是由原因加辅音组成的 啊 比如说这个 I I 对的啊 这些 好 原音的发音 发音主要取决于这个 口腔的形式 那么刚才讲的辅音的发音呢 发音方法和发音的部位 对的啊 原因主要是指它的口腔的变化啊 这个 第一个首尾的高低 首尾的前后 原唇 不原唇 等等 好 阿和呃 阿 呃 发音的特点 这里要记一下啊 看一下 那么其实它这个都是舌面音 而是都是什么 央面原音 对不对 就是中的 不高不低的啊 那么这个是舌面低 这个是半高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低 首尾低 一个是什么 首尾高 好这个一个是央 一个是低 后 往后的啊 往后 然后呢 一个是不原唇 一个是原唇 啊 这个要记住 然后举例子啊 举两个例子 好 舌面后的 后的怎么样 半高的 不原唇的 这个要记住啊 这几个 好 那么最重要的区别 哦 它的嘴巴怎么样啊 要拢圆 一定要圆 啊 那么这个呢 呃是什么呀 嘴唇是什么呀 展开的 对 呃 它是展开的 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鼻腑音 和这个 这个呢和 嗯 这样的一个 发音的特点 那么这个 没有这个 歌的 这个叫前鼻音 是不是 一个是后鼻音 一个是前鼻音 啊 好 它的主要的 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气流 受阻的部位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呃 呃 是不是 是不是在前面 嗯 是在鼻的后面 对 嗯 对不对啊 好 嗯 好 那么这里 要说一句 普通话中 辅音的这个 嗯 一般是什么 不做生物的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不做生物 好 一 呜 呜 它的发音特点 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一 呜 呜 对啊 一 呜 呜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区分 这个音节和音节 这个发音的不同呢 看了这么多组了 看了这几组了 怎么样去区分呢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其实还是支持它的 从它的发音部位和发音的方法 对不对 还有一个嘴唇的 圆 圆唇与不圆唇 这三个方面 去分析这个 音这个特点 发音的特点啊 好 现在要讲 育母 育母的话 就是一个音节当中 除了生物之外的部分 就叫什么 育母 对的啊 育母那么可以分为 育头 育头 育腹 育尾 育腹部分 就是它的 最重要 发音最响亮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什么 主要原因 它是什么 育母的一个主干 育母的一个主干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确定 它是这个育母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最响亮的部分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顺序来啊 阿欧欧 伊 欧 欧 按照这个顺序来确认 按照这个顺序来确认啊 比如说这个欧和欧 那么在这个欧里面哪一个是孕妇 对是这个欧 欧对不对 欧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里面呢 欧 欧 欧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欧 对不对 按照这个欧 这个顺序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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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有孕头 孕妇 孕尾 这样的一些例字 一些例字 比如说 阿 它单独的 阿 就成一个原因 一个音节 是不是 那么它没有孕头 也没有什么 孕尾 也没有孕尾 对不对 好 它这个音 音乐的音 它什么 有孕妇 有孕尾 没有孕头 爱 爱 爱 音 是这个音头啊 这个是孕妇啊 孕头有吗 没有 没有 那么我们再接写 加写的那个 那个大写的那个什么 加上去的啊 它实际上不是什么 不是它的 云头 不是云头啊 这个是属于什么 刚才我们在讲的 您生母什么 音节 对 您生母音节的时候啊 好 那么再看这个爱 爱也是的 爱 还有这个 我 我的话这个 这个 是云头 这个 哦 是什么 孕妇 刚才我们讲了 是按照 阿 的顺序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哦 是它的什么 孕妇 对的 因为它在这个前面 在乌的前面 啊 哦 呜 鱼 好 再看 这个 央 那么这里要注意这个 阿 它是什么 孕妇 啊 孕妇 最想象的部分 好 再看这个要 要求的 呃 要求的 要或者要 啊 这个 一 咕妇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再看这个 尾 呜 啊 这个 还有这个 什么 孕 孕 孕啊 这些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区分这个孕头孕夫和孕尾 孕头 孕头的话一般只有什么一乌与三个原因可以充当啊 这个要记住啊 呃 这个语音部分呢这个就是说比较细致这个原点比较小所以还是要靠大家要去记啊要去记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单韵母单韵母十个啊单韵母十个啊还有负韵母还有什么鼻韵母啊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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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母啊这个 这些 还有好那么这里来看一下这个似乎有这个按照开头原音的发音的口型可以分为似乎这个似乎请大家要记住了啊第一个是开口乎开口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孕头孕妇不是一乌与的一乌与那么我们就看他口数开的比较小一乌与对不对 他就比较小啊就是说孕妇不是他们的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什么开口乎就是开口的口仗的很大的啊好那么这里有一个旗尺旗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孕头或者是孕妇是什么一一开头的比如说鸭 对不对这些以一开头的这样的韵母叫什么齐齿乌一是不是牙齿很正气的一对不对好那么合口乎是什么了乌嘴巴合的合在一块乌乌但他又不是圆的啊他不是圆的乌好那么再看搓口就是乌把嘴巴搓起来乌对不对 以这样的开头的孕头或者孕妇是这样子的啊孕母的那么他就是搓口乌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你看这个孕母孕母的开头如果是一就是齐齿如果是这个乌就是合合口那么如果是乌就是什么搓口根据这个孕头啊去判断啊 好这个请大家都要记住好那么声调声调我们也讲了声调是区别这个意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意义的重要的部分那么一个音节除了生母和韵母以外它还有声调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音节应该是什么生母韵母再加一个声调再加一个声调啊 所以声调它具有什么呀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可以区别意义啊好调直调直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采用什么五度标记法对五度标记法啊五度标记法对也就是音频阳频赏声去声对不对音频阳频赏声和去声好音频其实也就是 第一类音频在这儿啊也就是说什么一声第一声就叫第一声那么这个音频阳频赏声去声这个怎么就是这种专业性的这个术语吧我们讲的很清显一点就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啊这样的理解啊好那么我们用这个数字给它打多少分呢比如说第一声我们打多少分五十五分五五啊这样就可能会简单一些 好那么再看阳频阳频就是第二声三十五三合五啊三合五啊那么第三声二一四二一四是这样的下去上去这第三声对不对二一四上去啊这就是一个上声好那么第二声第二声就是阳频对不对 从三三到五这样的一个调五五是什么就是平的所以它就对一声对不对好现在再看这个第四声去声去声就是从上怎么到下对五从五到一这样理解就会好一些啊好记一些好那么这些叶字啊就是这个凉对不对凉那么它的这个生母是什么呢对的 很得意思啊哟对的啊糯对啊这个牙对的啊好这个选呢生母是渔对的猴好这个呢生母是喝然后这个御是对的啊对的啊好这个扩也是 生母是科然后这个是过对的啊 好 那么这一张表其实把我们刚才学过的生母 育母 吊泪怎么样 全部集中在一块了 对啊 全部在一块了 好 这里标出来了 这是它的吊号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那么这个表的话可能看得更清楚 吊泪啊 吊泪 吊泪的话阴阳赏去 吊型的话比如说很高 高频 钟声 降声 全部降下来 好 这是吊值 打多少分 这是吊号 哪一类 对不对 这下面是什么 例子 是举的一些例子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普通话有几个基本的吊泪 几个 五个 为什么有五个 为什么还有同学说五个 亲身不属于啊 亲身不属于 它是属于什么 雨流应变 雨流应变我们在后会讲到的 所以我这不是标类 你知道吗 四种基本的调类 四种基本的调类 对 刚才你们在看哪 在想什么 在这儿啊 四种基本的调类 四种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声调标在哪儿 声调标在哪儿呢 你不要瞎标啊 随便给它穿什么衣服不合适的 对不对 我们要看着穿衣服啊 不能随便给它穿 好 那么看一下 标在哪儿呢 它要标在主要的原因上面 对 主要的原因 那么主要的原因你怎么找 就是孕妇 如果你对这个孕妇你还不了解 就是发音最响亮的那个部分 好 来看一下这个啊 叫 叫 叫 那么你哪一个 你觉得哪一个因素上面哪个想一些 啊 对不对 啊 啊 这个啊 这个 好 这里有一个 轻声不标调 轻声不要标调 啊 轻声啊 不标调 比如说 上头 上头 那么如果你标了调的话 这个怎么标呢 上头 意思就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对 意思就是不一样的啊 上头 这个意思也不一样 轻声不用标 你用什么去标啊 不要多此一举啊 像画神片足一样的啊 好 再看一下 这个拼读拼写 拼读和拼写啊 这有个一和乌的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汉语拼音方案里面 汉语拼音方案里面啊 这个重点了解一下 乌在自成音节的时候要写成什么 加一个大写的乌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哇 对不对 威也是的啊 它们在写成自成音节的时候都要写成什么 威 然后呢 威 要加一个什么 大写的乌 要加一个大写的乌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好 还有 我们在这个搓口乌 什么是搓口乌 你什么开始的 乌 对 嘴巴搓起来 对不对 以乌开始的 好 那么像这样的音节 在自成音节的时候 前面要加一个什么 大写的 一 对 是外啊 但是现在我们在学汉语拼音 所以这个 大写的一 对 好 那么写了之后 这个两个眼睛还要不要 对 你给他加了衣服就不要再给他戴那个眼睛了 再戴眼睛别就认不出来了 变成黑老大了 所以要把这个墨镜要摘掉 摘掉 所以这个是 暈暈 好 这几个音大家一定要记住 威 温 暈 好 现在来看这个 这就是一个神写 就是神写啊 比如说这个 优 威 温 它们在和这个生母拼在一块的时候呢 那么要分别把中间这个什么 这个O要去掉 这个O要去掉 后面这个O要去掉 要变成什么 这样的 发音不变 发音不变 只是书写改变 发音是不变的 还是一样的 U V V 发音是不变的 这就相当于我们冬天穿很多衣服嘛 对不对 你进来以后进到暖气房间怎么样 脱了一件 就外套不变 还是一样的 你外套一脱衣服 你就不认识它了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省血 对 省血 就是省略 省略书写 好 下一页 好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配合 我们看一下 那么就是说 生母 这些生母 它并不是可以和所有的 开口 呼启齿 呼这个 河口啊 什么这些 放在一块拼 那么它是有讲究的 有规律的 拨 拨 摸 它是不可以和搓口的 没有 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 bill啊 bill一下 飞走 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 然后这个 for fee 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吧 飞机 没有 飞机 对 不是飞机 这个没有 few 也没有 这个 得也是不可以和搓口的 合在一块儿听的 这是一些规律 别人 歌 歌 歌 不可以和 齐齿 嘻 嘻 嘻 没有这样的 汉语语 没有QQQ 对吗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好 那么标调 我们刚才是知道标在哪了 对不对 怎么标了 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标调的口诀 那么有时候我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啊和呃都很重要 我都发言很重 对不对 那么到底标在哪呢 好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阿母出现 不要放过她 也是按照RON的顺序来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就去找这个 她不是你的妈妈 你去找这个 对不对 然后呃不是妈妈 再往后面找去 一个一个的去找 好 再看 一和鱼并列的时候 一和鱼并列的时候 要标在后面的一个 标在后面的一个啊 一在后面标到一上面 乌在后面标到乌上面 好 再看 一标掉的时候 要把她这个什么 对 把她的眼镜要摘掉了 把这个点帽子 帽子要摘掉了 好 再看 单个的韵母 就在她头上直接画 对不对 如果是单个的 直接画在她头上 给她带上去 这绝对不会有错误啊 这是一个标调的一个口诀 口诀啊 这是轻声 轻声啊 轻声的作用 它也是区别词语的作用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学在这个 一个是上头 一个是上头 上头 我们表示喝了很多酒 是不是 有点晕头了 对 上头了啊 上头就是你的什么 上几 对 你的上几啊 这有区分意义的作用 好 再看 它还可以区别什么 词性 区别词性 区别词性 名词 这很自然 这是一个什么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对的啊 形容词了 好 这里第三点和四点 第四点 大家也了解一下 回去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轻声的规律 轻声的规律 比如说一些著词 嘚嘚嘚嘚 这三个嘚 那么要轻声 还有一些名词 这些后缀呀 价值到后缀的 这些子 头 巴 等等 也是要轻读的 轻读的 还有一些名词 带在后面的一些表示方位的 这样的一些方位词 也是要轻读的 比如说 桌上 地下 屋里 那边 对不对 都是轻读的啊 还有动词形容词后面的 趋向动词 也要轻读 也要轻读 好 叠音的部分 还有这个啊 这有很多啊 大家都去了解一下 好 这里看一下 上声的变像 上声是第几声 第三声 对的啊 上声 不读上声啊 上声 读第三 读第三声 对 上声的变调 好 那么上声就是说 他加音频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加第一声的时候 他变不变 变不变 变半上调 对不对 调直211 轻的一点 轻的一点点 但是我们变调的时候不变 听出来 反正觉得也差不多 对不对 那么再看这个 加第二声的时候呢 也是的 也是 他之前是多少 是211几啊 给他打多少分 214 对不对 现在是211几 213 对 所以这个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好 这个是怎么样啊 都是可以说属 基本上不变的 对不对 好 再看下一个 这里就变化了 这就变化了 如果两个第三声 两个第三声合在一块的时候 第一个上声要读成什么 第二声读成阳评 对 读成阳评啊 指导 不说指导 对 这样读 好 还有理解 理解 变成第二声了啊 好 三个三声连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变呢 怎么变 三个三声连在一块 刚才是双胞胎 真的是三胞胎 那么怎么变的 第一个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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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个不变 好 我这里写了啊 前两个变成第二声 前两个都要变成第二声 好 后面一个最后一个不变 比如说 展 难 管 那么怎么读 展 难 管 对的 前面两个都要变 前面两个都要变 这个呢 洗 洗 都变成二声 对 前面两个都变成二声 都变成不是都变成啊 是前面两个都变成二声 对 后面一个保持不变 洗 免 水 对的啊 这样子 好 这个要了解啊 这个要了解 好 还有一和不的变调 一和不的变调 一放在什么 非去声 什么是非去声 也就是除了第四声以外 除了第四声以外的前面 他这个一都要变成第四声 比如说 一天还是一天 一天 一天 天是第一声对不对 那么一加在第一声前面要变成第四声 一天 好 对一刻 一刻在后面 一刻对不对 在后面讲的啊 好这里 在这个年是什么 第二声 那么一站在前面读什么 一年 对一年啊 还有这个某 一某地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读啊 一某 对一某啊 好 一声在一声 在这个第一声第二声 在这个 对 在这个第一声第二声 第三声前面都要变成第四声 都要变成第四声啊 好再看 这个一在第四声前面变成什么呢 第二声 对 他要变成第二声了 在第四声前面 他要变漂亮一点啊 变成第二声 单独变一个 比如说这个 什么定 一定 一定 对 一定 一定 一切 对一切 好 如果这个一我把它放到中间呢 对 两边都把它夹住 看到怎么样 他不敢作声了 对不对 就没了 把他夹住了啊 他不敢作声 那么这个就叫什么 轻声 轻声 比如说什么 瞧一瞧 对 走一走 跑一跑 对 轻声 好 记住啊 这是我在上歌的时候 不停的 反复的 跟大家说的 这是一定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 好 这个不的变调 大家了解一下 对 不的变调啊 了解一下 得不得 儿化音 儿化音 儿化音的话呢 这个在北 北方的方言里面 特别重 特别重 那么我是湖南人 湖南人 那么我们 我的语音上面有个很大的这个 怎么说 弱点 这个呢和呢 是不分的 对 不分的啊 那么我在这个教学的时候呢 就是我才会 呃 有意识的去区分这个呢和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很难 很难去发这个音的啊 所以我在平常在讲话 就是我一般都不会注意这个 但是在教学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我在读呢和呢 呢 呢 是什么音 鼻音 通过鼻子发出来的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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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编音 编音啊 呢是编音 所以啊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注意啊 那么在这个儿话音也是这样 北方人说这个儿话音说的很自然 花 狗 是吧 这样的儿 那么像我的话啊 我之前没有从事这个对外海语教学的时候 我都没有儿话音 在我的这个口语里面 语言里面 我好像没有 我知道 但是我是学这个语言的啊 这个儿话音我知道 但是在我用的时候我好像从来不说 对 从来不用 然后我觉得好像从我来说 对我来说也不说